但是現在喔 夜門的胡賽武裝喔 他們也還沒還沒完嘛 因為先前大家都說 哇 一個小小的這個胡賽武裝啊 出動這2萬多美金的 這個便宜的無人機啊 就可以讓這個美國呢 用非常貴的這什麼標6飛彈來對付他們 到底誰輸誰贏 那現在呢 兩次的軍事行動 針對一艘美國船 叫做辛納西河號 還有一艘英國的陳潮號 據說呢 都採飛彈攻擊 然後精準命中目標 當然有時候我們說命中目標 但是呢 都沒有聽到什麼沉船 是因為呢 被這個攔截下來了 只是大家就問啊 那請問你美國是否真的 會對伊朗開戰呢 這個楊永明 楊老師你怎麼看呢 你覺得是不是一樣 跟立將軍看法一樣 美國其實就在打假球 不能輸嘛 所以呢 蘇利文就說啊 我們接下來不排除攻擊伊朗境內 但是呢 在節目上 他又不想告訴大家 那美國到底會怎麼做 就是在媒體問的時候呢 都嗆得很大聲啊 美國想打伊朗 但不敢打 民主黨更不敢打 想打不敢打 共和黨曾經一度想要去打 但是這個姿勢提大 伊朗這個國家太巨大了 那從1979年 美國就跟它是世仇 然後對於整個中東地區 伊朗是不只是對美國主要的 中東的駐兵國家 也就是遜尼的這些國家的敵人 因為它是什葉派 也是美國一直以來 在這個區域到全球 面臨到恐怖主義 武裝組織以及可能的核武威脅 他們都認為是伊朗來的 對啊 所以其實當那個高塔22發生的時候 美國的國會裡面的 共和黨的參眾議員 都高喊要打伊朗 結果最後喊一喊還沒打 你如果看的話 其實媒體都是這樣子報導 當然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大聲 就不敢打 因為伊朗的武器 其實已經是相當的先進了 除了它現在還沒有 真的在做核子釋爆 應該算還沒有核子武器之外 它的這些彈中程 甚至 某種程度它的長程飛彈 應該還沒有試射 但中程飛彈可以打到 以色列甚至打到 就是地中海這個西岸的都有 因此你真的打起仗來 這個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但是呢 美國在中東的駐軍 尤其在伊拉克跟敘利亞的這些 2500人加900人的這些駐軍 一方面它就是在嚇阻伊朗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壓制 一個叫做VEO 也就是所謂的 Violent Extremist Organization 那這是兩類 一個是恐怖組織 一個就是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裝組織 它就是在那邊壓制的 所以當伊拉克要他 你趕快離開 他2500人就是不離開 那即使是在10月7日之後 他已經被攻打了大概是 加上最近這一兩次的話 165次以上 但都沒有死人 對 一直到1月28日 那三位死亡 OK 到1月28日 那所以其實也就顯現出 雙方大概都知道 美軍在這邊也不會短期離開 但是因為加薩的事件 使得攻擊就是遭受到 這些民裝武裝組織的攻擊 越來越多 然後呢 開始死人的時候 他就反擊 對 他這個反擊現在造成 加起來40個人死亡 但是現在伊朗等於也是展現 有靠山嘛 你看中國跟俄羅斯 要一起來演習囉 那個已經是好幾年了 那已經好幾年 你認為他是既定演習 他每兩年會有一次 跟這個伊朗 中國跟俄羅斯的演習 演習的大概都在波斯灣的外海 但是呢 演習的範圍跟項目都多半 比較不是就是說 就是說太攻擊性 比較是一個海上的安全的 這種合作 那但是這個變成第一個固定的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軍事上這個交流還是有 雖然中國大陸跟伊朗之間的軍事交流 還沒有像這個中國大陸跟沙特 這麼密切 沙特現在要買的東西很多 那個list很長 雖然伊朗跟沙特也算和解了 可是呢 我是覺得整個在 美國在中東最大的 他認為最大的威脅就是伊朗 這個不會改變 這個不會改變 但是他不會敢去打他 目前算是低檔期 那加上又要選舉 美國大選 所以他等於是說 你打我165次 1月80之前163次 你又造成我高塔22的三人死亡 我要回應我美國的這個國內 所以你說他這個 立章軍手術說這個打假球 就我要表現給我國內看 他有一個國內的議程在這邊 而且他操作的 也許不算是外科手術這麼精準 但是夠精準了吧 對 對 要造成多大多小的傷亡 都是他在控制 對 然後呢 他同時又借這樣一個機會去 隔一天2月3號 又去打胡塞組織 所以 也就是這是一個規劃好 設計好 然後呢 布林肯又趕快又到加薩去 因為他知道一切的根源 這些人其實越來越氣憤 為什麼刺出這麼多 甚至造成美軍死亡 因為他們認為他已經是正義之師 你在幫以色列為事進行大屠殺 可是呢 以色列的問題 加上問題就不是那麼容易解決 所以呢 布林肯已經第五次去以色列 有用嗎 沒什麼大用 對 所以那個陳北觀觀 說要是拜登不承諾開啟烏克蘭戰場 阿富汗可能還會繼續打 而且 現在我也看到媒體 還是有這個報導 說什麼邪惡軸心 看到中國 俄羅斯跟伊朗3月份的 海上聯合軍演 我真的不誇張你們打邪惡軸心 自己去Google哪個媒體 這個請教這個 我們麗將軍 那現在呢 這是伊朗海軍宣布的 伊朗 俄羅斯跟中國在3月份 要進行一場聯合軍演 但伊朗最近真的是很常上新聞版面 有很多的攻擊事件 在就是約旦 還有呢在紅海 都被指稱說跟伊朗是背後的老大 簡單白話聞一點來說就是這樣子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到你們 本來的幫助